所以他當天 當天晚上 他講了這句話 現場所有男人都說 原來是這樣 而且還在鼓掌 我就說對啊 大家都學會了 接下來怎麼樣講 然後你的老婆會很開心 那後來因為我就追問下來 就是說那既然你這麼愛老婆的情況之下 那你現在我讓你用寫的 你這個時間點 因為明天就是情人節 那你最想要對你老婆說什麼話 這樣子 結果他就停頓了大概只有三秒鐘 他就寫了這四個字 他寫了這四個字 我看了真的好感動 他上面就是寫 他上面就寫了以後 還旁邊還寫了一個鐘 那因為我比較在意看的是 他四個字是什麼 這四個字叫做相愛到老 對 他就寫了相愛到老 我就看了就很感動 我就哇 太感動了 然後現場很多的女性朋友 都非常非常對他又更加的愛慕感這樣子 然後他不去講這四個字 他沒有特別解釋這事 他反而在跟我們解釋說 你有沒有看到我旁邊寫個鐘這個字 我們說有啊有啊 他說這個字就是我跟我老婆的暱稱 他們兩個談戀愛的時候暱稱 他們寫信的時候的暱稱 那我說那你怎麼稱呼你老婆 他說那我要問過他 他同意我才能講 哎唷 還秘密耶 對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是真滿尊重 也滿尊重他的老婆 我覺得是一種疼愛的方式 所以在場其實我覺得他已經擄獲了很多婦女的票 因為我們本來就覺得其實只要講外面出去外面 一走出來在車市場所有的那些婦女票 大概都被他吸引了 很多婆媽看到說 這眼督好帥喔 然後就直接扒過去了 可是現在因為陳時中講這些話以後 其實他已經融化了很多的婦女的心 包括年輕人的心都被他擄弱了 而且還有個年輕朋友就問他說 那你怎麼追上你老婆 追到你老婆 然後他就把那個 對 他追老婆的那個過程也講給大家聽 所以其實你會讓年輕 他讓年輕人 會後很多年輕人跟我講說 其實他比那個柯文哲更直白 而且他的直白是發自內心的直白 就是那種感覺就是很發自內心 他不是很做作很矯情 而反而是一種很 就是他日常的他就是這樣子 所以讓很多年輕人對他又刮目相看 因為本來就是看到一個防疫指揮官 每天在講這些數字 每天在講一些策略 每天在安撫民眾 或每天在回應這個記者的一些辛辣提問 但是就是沒有看到他很軟的這一面 所以昨天這樣子的一個場合 營造下來以後 其實我覺得很多的年輕人 對他其實就開始有不同的感覺 可是俗華目睹 他怎麼樣在沒有心理準備 直下被年輕的學生問這個問題 休息一下進廣告 如果你今天還沒有安太歲 還沒有送禮的 時間還來得及 還沒有到十二點 快點做先生的 趕快去跟太太說 親戚 情人節快樂 但是你不可以轉 把電視關掉 趕快轉到另外一個頻道 152台 我們還有更精彩的討論 提供給您 請鎖定民視台灣台 大新聞152